各位,上次說到喬風向在恆子林的手下,說了他最近識的宮野幹和風邦惡的遺隱 聽來這兩個人的所作所為,的確是很有合意之心 喬風見大家都認同了,再問那個參與內亂的陳長老說 陳長老,我們乞一幫自居為江湖第一大幫,你是本幫的首要人物 身份明星,和江南的一個練武之人風邦惡不可同日而言 風邦惡可以在受恥慾的時候不殺傷無辜 我們乞一幫的高手,難道連他都不如嗎 陳長老當場面紅已熱,想起仙頭和風邦惡鬥打的一場交 他說,幫主,你教訓得對,仙頭,我用毒血咬他,你要我給解藥,我,我,我還不想給? 咦,原來幫主是為我明星身份著想 我陳姑眼不知幫主的好意 反而在心裡猛地說你,我真是蠢頓如豬啊 喬風就說,啊,顧念本幫明星和陳長老的身份,這件事還是其次 我們學武之人,第一,不可以濫殺無辜 陳長老就算不是本幫的首腦人物,都不可以不問青紅造白,拿人命的 陳長老倒下頭,幫主,我陳姑眼知錯了 咦,喬風見這一番話居然說服了四大長老中最辣鬥的陳姑眼 他就繼續說 眾位兄弟,那個宮野幹豪邁個人,風邦惡是非分明 爆不同瀟灑自如,這三位姑娘,溫文善良 這些人,一是慕容公子的下屬,一是他的親朋戚友 好,開港友說,物以類罪,人以群分 還有兄弟請平心靜氣的想想,慕容公子相交相處的都是這樣一班人 他自己會是大奸大惡,卑鄙無恥的人嗎? 那麼黑衣幫的人多數都很講義氣愛朋友 聽了都覺得有道理,不少人就出聲附和 全官清就問了 嘻嘻,喬幫主,照你這樣看 殺害馬庫幫主的,實不是慕容福 喬風說,我不敢說慕容福,實是殺害馬庫幫主的兇手 又不敢說他一定不是兇手 報仇的事,我們不用急得那麼緊要 我們要仔細查訪,抓到真兇為止 如果靠亂這麼古的,殺錯好人 真兇反而逍遙自在 那麼我們不止對不起被殺錯的人 對不起馬庫幫主 也敗壞了我們黑衣幫響當當的明星 那麼有個全公長老一直沒有出聲 這時候就摸一下下巴幾條梳爛爛爛的胡蘇說 嗯,幫主說得有道理 當年我殺錯了一個無辜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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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我口不都沒出辦法 白長老venue請出法刀,依照幫 dialogue 我們自行了斷就是了 白犀鏡面如寒相 執法弟子,請本邦發刀 是,他屬下九個弟子 人人從背後的布袋上 就拿出一個黃布包袱 打開拿了一把短刀出來 九把立立的短刀就拍在一起 把把長短大小一樣 有一個執法弟子就捧着一根樹頭 九個人就同時插了九把短刀下去 啪啪啪啪,隨手而入 可見,把把刀都鋒利無比 插完之後,九個人一起說 發刀齊襲,查明無誤 白犀驚就說 哎,宋係陳吾四長老誤信仁言 徒謀叛亂,危害本邦大業 最當一刀處死 大志昏陀陀主全貫清 造謠惑眾,古動來亂 最當九刀處死 參與叛亂的國陀弟子 國領罪責 日後長家查狗 分別處罰 執法長老宣佈了國人的罪刑 個個都沒有聲音啊 有什麼好出聲呢 事關江湖上任何幫匯 凡是背叛本邦謀害幫主的 理所當然就予以處死 誰都不會有意見 眾人參與圖謀時 失敗時都知道是這樣的後果 這時宋長老大步走上來 對喬峰攻身說 幫主,我對不起你 自行了斷算 我死了之後望你原諒我 講完就走到發刀道大聲說 我宋長老自行了斷 執法弟子送綁 是 有個執法弟子就想走馬去送綁 喬峰說 慢著 宋長老當場面如死灰 幫主 我罪孽太大 你不准我自行了斷了 喬 黑衣幫的幫規 犯了幫規的人 如果自行了斷 死了之後 罪行劣跡就不會外傳 就算江湖上有人訴說他的罪行 黑衣幫反而會出頭干涉 武林中好漢 每個人都把明星看得很重 誰想自己死了之後還被人彈 宋長老見喬峰不讓他自行了斷 又怕又羞愧 喬峰沒有理他 對著 走上那句插著九把法刀的木頭上 另轉身對大家說 十五年前 揭丹國入侵雁門關 宋長老得到消息 三日不吃東西 四日不睡覺 日夜趕回來報知緊急軍情 途中累死九隻馬 他又累到身受內傷 口吐鮮血 終於我大宋守軍有了防備 擊退了揭丹胡騎 這是有功於國的大事 江湖上英雄雖然不知內宗長情 我們黑衣幫是知道的 執法長老 宋長老功勞這麼大 望你體察 准許他將功贖罪 白世驚就說 幫主代宋長老求情 所說的亦都有道理 不過本幫幫規有人 本幫大罪決不可赦 中有大功亦不能熟 以免致辭有功者 驕橫生士 危及本幫百代基業 幫主 我們不能破壞歷代幫主 全下的幫規 宋長老聽聞慘言一笑 走上兩步 喊 執法長老說得沒錯 我們身為長老 誰都有個不少汗馬功勞 如果人人追論舊功 那什麼罪都敢犯 喬幫主 你還是讓我自行了斷算 只聽見啪啪兩聲 綁著他手腕的牛筋被他捕斷了 嘩 那些牛筋又硬又韌 就算拿刀割也未必一下割得斷 宋長老說那麼容易就捕斷了 真不愧為刻意幫四大長老之手 宋長老雙手脫綁 即時就去拔木頭道的法刀 想自行了斷 誰知一度柔和的耐力逼過來 令到他手指和法刀相隔尺領 怎麼都伸不過去了 只是喬風不讓他拿刀 宋長老見過這樣就很淒涼地說 喬幫主 你 喬風一伸手 拔起第一把法刀 宋長老就說 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曾經起心殺過你幫主 是罪有應得 你下手吧 眼前刀光一閃 喬聲 這把刀不是插入宋長老道 而是插入喬風自己左邊肩膀 喬 眾人不約而同站起來 段譽就說了 大哥呀你 連黃宇軒這樣的局外人 也為這樣的變故下都花容失色 脫口而出 喬幫主你不好 喬風對著白勢鏡就說了 喬風對著白勢鏡就說了 執法長老 喬風是有這樣一條 不過幫主自流鮮血 洗人之罪 要想想這樣值不值得才行 喬風說 喬風說 只要沒有違反祖宗為訓 這樣就可以了 他另轉身 眼光慢慢移到陳長老那裡 陳姑眼往年做了對不起家門的事 變名出逃 經常擔心別人揭他的腦底 他一直來顧忌喬風精明 故此疏遠他 沒有什麼心交 這時候見喬風看過你 他就滴起心肝話 喬幫主 我和你沒有什麼交情 平時經常得罪你 我不敢要你流血熟命 說完他雙臂一反 忽然間從背後就移到身前 只是手腕照舊被牛筋綁住 咦呀 原來他的通臂權功已經練到出神入花 一雙手臂伸縮致雨 個人一蹲伸伸手 已經拔起一把法刀了 咳呀 喬風反手擒拿 輕輕巧巧搶了他的刀 陳長老 我喬風是個大老粗 不喜歡結交那些為人謹慎 事事計較的朋友 也不喜歡不喝酒 不輕聲大笑大吵的人 這些是我的天性不勉強得 我和你性情不對 平時很難說幾句話 我又不歡喜馬副幫主的為人 見到他來就往往避開 情願去和一代二代的低背弟子 喝酒吃狗肉 我這樣的脾氣大家都知道 不過如果這樣 你就以為我想剷除你和馬副幫主 那就大錯特錯了 你和馬副幫主老成辭中 從來不會喝醉酒 這些是你們的好處 我喬風給不上你們 講到這句話 他又咳聲 拿把法刀插入自己肩膀 陳長老 刺殺揭丹國左路賦完遂耶律不老的大功勞 人家不知道而已 難道我喬風也不知道嗎 His話 乞w karşı幫人會聽 請便便と如思 margins 聲音中混音著 驚訜部的回復和讚嘆 原來幾年前 揭丹國大 имеет秦 但軍中幾名大將連續暴斃 出師不利便無攻移反 大宋國便便被擁除一場大災 在暴斃的大將之中 就有左路赴元帅 耶律不老在内 乞丐帮中除了最高的几位首老人物 谁都不知道这是陈长老所见的大功 陈长老听见乔峰当众宣扬自己的功劳 小小声 我 我陈姑眼明扬天下 深感帮主大恩大德 乞丐帮一直是暗中帮助大宋抗御外敌保国户民 不过为了不受敌人注意 免得被人全力攻打乞丐帮 所以各种事情无论成败 都是做了就算不会外泄 就算本帮里头 都是尽量保守秘密 陈姑眼这个人一向牙刹刹 似着年纪被乔峰大 但是在乞丐帮中的资力比乔峰长 平时对他头额额额的帮中系人都知道 这时候见帮主吴继教以前的隔壳 带他流血洗醉 那肯定是好受感动了 接着乔峰又帮鞋长老洗醉 不过手臂上又插多把法刀了 收尾只要他走到吴长丰身边 吴长老 当年你独守英仇合力抗西下一品堂的高手 令其行识杨家将的阴谋没办法得逞 就靠着杨元四掌给你的那面既攻金牌 就可免你今日之罪 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吴长丰突然间全面红了 不好意思地说 呃 这个 这个 吴长老 我们都是自己兄弟 有什么你就照直说 我 我 我那面既攻金牌是不是 哎 免得骗帮主 呃 这个 这个 不见了 哦 金牌都会不见的 是 是我自己弄不见的 你 那天我酒引起 没钱买酒 那就连金牌都卖了咯 乔风一听就咔咔声笑 哈哈哈哈 爽快 爽快 不过 有点对不住杨元岁而已 说完 拿起一把法刀 割断了吴长丰手上的牛筋 跟着就插入自己左边肩头了 吴长丰就大声说了 帮主 你大仁大义 我吴长丰这条命从此就交给你了 人家再说你这样那样 我不会再相信的 乔风拍拍的肩头 哈哈哈哈 我们做乞丐的 没饭吃没酒喝 就乞丐了 都不用卖金牌的 吴长丰就说了 嘿嘿嘿 黑饭容易 黑酒难啊 帮主 人家会说 你这个臭乞丐 有饭吃 还想喝酒 不如来抢 众乞丐听闻 都喊声笑起身 乞丐被人骂 在乞丐帮中 不少人都经历过 南乔风一一 射灭了四大长老的罪责 人人都松了一口气 于是乎 人人都一起 看着全冠青了 想着他是煽动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 乔风再宽宏大量 都不会赦免他 只见乔风 走在全冠青那里 全驼主 你还有什么说话好说啊 全冠青还头恶恶地说 哼 我之所以反你 是为了大宋江山 为了乞丐帮百代的基业 可惜和我说 你身世真相那个人 怕事怕死 不敢现身而已 你现在将我一刀杀了算了 乔风想了一下 什么 我的身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全驼主 你尽管说出来 不说不说 我这时空口说白话 谁都不信的 你还是杀了我算了 乔风满腹而运 大丈夫有话就说 何必吞吞吐吐 想说又不说的 全冠青 你连死都不怕了 还镜着什么 说不出口 全冠青冷言冷语话 哼哼 没错 盼死无大碍 姓乔的 爽爽快快 你一刀杀了我 免得我留在世上 眼白白看着乌尔帮落入 胡人手中 乔风问 乌尔帮好弟弟 怎么会落入胡人手中 你说清楚点 我这时说 没有人会信的 还以为我全冠青贪生怕死 乱发扼风 我早就遇到死了 何必死了之后还被人骂呢 白世镜这时就插嘴了 帮主 这个人诡计多端 顺口痴黄 他拼望你又饶他一命而已 执发弟子 拿法刀行刑 去 有个执发弟子就走在那块木头上 拔起一把法刀 走在全冠青前边 乔风定了眼看着全冠青 只要他生气 又没什么说大话 和京方的神色 嗯 那就耽误了 他问那个执发弟子 拿了把法刀来先 接着就再问全冠青 说 全陀主 你知道我身世真相 又说这件事和本邦安危有关 到底真相是怎样 只要不敢说 是不是 说到这些 他就包回那把法刀 放入自己怀中 全陀主 你煽动叛乱 死是难免 不过今天暂时记下 等真相大白之后 我再亲手杀你 乔风不是一位婆婆妈妈 施舍小恩小惠的人 既然立心杀你 量你也走不出我手掌心 你走 解低布袋 从今以后 乌尔邦中 没有你这号人物 所谓解低布袋 就是驱逐出邦的意思 乌尔邦弟子 除了初入邦 又全无职位的人之外 个个背着都背布袋 多则九代 少则一代 以布袋多小而定备份职位高低 全观清听乔风要他解低背着布袋 眼光中突然露出杀气 一转身抢了把法刀 手腕一反转 拿刀转对准自己心口 江湖上帮湖中人被驱逐出邦 实在是难以形容的旗耻大辱 比起当场处死 往往更令人无法忍受 但是乌封这阵时 拿着眼尾看着他 看着他这刀 是不是真的插进去 这件全观清拿着法刀 手一点都不震 乌尔邦对着乌封 两个人眼睛睛睛看着 一时之间 恒子林里头静莺莺 过了牌全观清说 乌封 你好东西够老定 难道你自己真的不知道 乌封说 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什么 全观清口唇动了一下 还是没有说出来 慢慢放一把法刀落原位 解开背着一只一只布袋 公公敬敬地放在地上 看着他解到第五只布袋的时候 突然间马蹄声响 运北边边就跑过来 接着传来一两声口哨 这头乞衣帮的人 也吹口哨相应 马蹄声越来越急 越来越响 吴长风就暗暗沉沉说 哎呀 不知道有什么紧急变故呢 那乘马还没跑到来 忽然间东边边又有一乘马跑过来 不过是隔得远一点 各位 乔峰的身世究竟是怎样的呢 全观清造反有没有道理啊 要知道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乔峰的身世究竟是怎样的呢 请听下回分解